1986年的元旦 英国政府按照惯例公布了新年荣誉报 宣布了又一群人进入了老伦敦郑米兹齐的奇迹 可是网单公布后媒体却发现 今年似乎有人没有给女王面子拒绝了授寻 因为大英帝国关左群章的获奖人数没满 对于这位神秘的聚名者媒体们议论纷纷 大家都好奇这个人是谁 直到2012年文件紧密 答案才最终缺晓 这位拒绝勋章的人并不是反军主制的反贼 而是单纯嫌给他的勋章小了 这位大哥在被提名以后 给萨切尔夫人写了一封信 信中表示 手下大人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赏我一个绝集以上的勋章 这样我就可以被称为SIR了 倒不是我自己有多么贪恋这个头衔 主要是佳琪就想当绝爷夫人 我怕的下一句是 谁是绝爷我无所谓 而且这位大爷在信里还说 如果您实在为难的话那就算了 连观座勋章也不用给我了 老夫的名字比起这个勋章 还是略微响亮了一点 还是让大家继续叫我罗尔德·达尔吧 1916年 罗尔德·达尔出生于英国威尔士的一个 被拥医坑害了一辈子的家族 达尔的父亲叫哈拉尔德 是个挪威人 也许是继承了维京人的血统 哈拉尔德从小就运动天赋爆棚 而且在运动中 他注重顶层设计 酷爱上方揭瓦 14岁那年 在一次寻常的揭把活动中 哈拉尔德从房顶上掉了下去 作为常年游走于上层建筑的上流人士 一次意外的失足能难倒哈拉尔德吗 不能够啊 在跌倒后 哈拉尔德反应非常快 在空中向前翻转三周半 向后翻转四个月后 他成功避免了脸先着地 只不过受了点惊伤 左臂小臂骨折了 受伤之后 哈拉尔德很快被家人送进医院 遗憾的是 当天值班的是一位训练有素的佣医 这位大夫在扒拉了几下后 断定这不是骨折是脱丘 没啥大事 正人骨就好了 于是 医生薅着小臂就往上一推 骨折便截肢了 但是 倒霉的经历并没有打倒这位围经用汉 长大后 哈拉尔德凭借传播贸易 发了大财 全家移民到戴英 在威尔士买了一处豪华别墅 然后用衣又找上门了 1920年 哈拉尔德的长女莫名其妙的父同 戴英医生经过一系列的科学诊断后 断定为肠胃炎 几天以后 这个可怜的小姑娘就因为蓝胃炎而去世 爱女去世让哈拉尔德急火攻心 她很快也倒下了 体温飙升 脉搏急促 医生认为 这是感冒引起的高烧 全力退少四天后 哈拉尔德不幸死于肺炎 可怜的小罗尔德达尔就这样 在四岁就没了父亲 不过好在哈拉尔德的一生非常努力 在那个拼爹爹的社会里 她为老婆孩子留下了足足16万英镑的遗产 足以保障姐儿俩一辈子一时无忧 在丈夫去世后 妻子玛丽尔将小达尔送进了当地的大教堂学校 那是一所极其保守的圣公会学校 以体罚学生著称 将达尔送进这样的学校 并不是母亲不疼爱儿子 而是因为 她知道这所学校已经培养出无数的社会名流 儿子将来肯定也可以成为动良之才 然后 进入了贵族学校的小达尔 很快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大萨吧 对于学校里展示的无数的政客 法官 意识家等优秀案例 小达尔毫无兴趣 她从小就拥有了自己的梦想 拥有一辆自行车 然后不服车把的从山坡上呼啸而下 让风吹过自己耳旁 心随着大杠飞扬 只要想到这种与投胎无限接近的感觉 她就会幸福的全身发抖 那种感觉就像是出一群吃花椒 爽麻了 除了大萨吧以外 小达尔另一个爱好是吃甜食 她在学校旁边是一个食品制造厂 这家工厂经常会把巧克力送给学校的孩子们 让他们品尝口味 小达尔从此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每天和小娃娃们一起凑钱买糖吃 由于吃糖太多 以至于她有一个同学的父亲 觉得必须管管了 这位父亲也是个医生 为了阻止孩子们继续吃糖 他给糖果儿童团们讲了一个惊悚故事 医生父亲说 糖果店里卖的商品 其实是用耗子做的 全国的普署人都会把抓到的耗子 卖给糖果厂 糖果厂再把这些老鼠 扔进一个巨大闪亮的锅里 最后得到一锅老鼠汤 咱也不知道这位父亲 究竟对耗子有啥恶意 这个故事哥的通聊 我高低点给他安排一下 遗憾的是 他的恐吓起到了反作用 因为孩子们根本不怕耗子 糖果照吃不误 而几个小伙伴们却因此认定 糖果店里那个凶神恶煞的 售货员大妈不是好人 所以几个孩子决定 派出小达尔 将一只死老鼠偷偷放进了柜台里 以警告他应该愧疚于 自己对耗子犯下的罪孽 这种错失的效果很明显 收货员大妈在清点货物时 差点当场吓死 第二天就去学校购状 为了掩护朋友 小伙伴们绝口不承认 是谁搞了这作剧 在这个以体罚而闻名取笑里 校长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将糖果天团的吴小恶人 每人打了六鞭子 宁可他打错 不能放过 这次看似平常的体罚活动 深刻地影响了小达尔 他第一次知道了 成人世界到底有多黑暗 导致在他后来的一生中 他都对成年人怀有深深的偏见 1929年 13岁的达尔 升入德比郡雷普顿中学 他一点都不喜欢那里 因为作为一个挪威裔的外来户 他一直跟当地老米子齐的同学们犯冲 臭挪威的 来我们带鹰要饭来了 为了对抗别人的霸凌 小达尔逐渐放弃了追求大萨把 主要是开始从事体育运动 把各种运动都玩得很好 结果 也许是基因太好 也许是用力过猛 反正等达尔中学毕业时 他身高达到了1.98米 身材跟模特一样 更过分的是 1934年18岁的达尔完成学业 他没有选择去大学深造 而是迫不及待的 准备实现自己人生的大萨瓦 开始尝试自己的冒险梦 达尔毕业以后 很快就被撬牌石油公司录用 但他并没有急着报到 而是登上邮轮横渡大西洋 跟随英国太遣协会 徒步穿越了加拿大纽芬兰 算是牛到小市的一下 喜欢上了那种作死的感觉后 达尔立刻跟公司申请了 一个看起来很糟糕的职位 驻肯尼亚蒙巴萨代表 就是那个杰克丘吉尔练射舰的地方 在那年头 肯尼亚还属于画外之地 穷的只能看长领路茨雅 达尔居然主动申请去那儿 公司立刻予以批准 结果没想到的是 到了肯尼亚后的达尔还不满足 他觉得肯尼亚的文明程度 还是有点高 再次向公司申请 要求调到坦桑尼亚的达里斯萨拉姆 如果说在肯尼亚 只能看长领路茨雅的话 那在坦桑尼亚 搞不好就被大河马用来磨牙了 当时翘盘石油 在整个坦桑尼亚只有俩人工 客户都没有河马多 这个岗位人人逼之不及 达尔居非常喜欢 而且在这个隔绝了 现代文明的地方 他居然认证开始了过日子 他给自己建计豪宅 还请了一个法国厨子 雇了个夫人 时不时就出去打猎探险 日子过的就是一个字 舒坦 然后都乱的来了 历史无数次证明 技术应比不上八字应 能力强也不要太伤狂 虽然本人能力超强 但中罗尔德达尔的一生 他都有个特殊的buff 就是只要他的生活 逐渐走上正轨 命运就变回来让他出轨 倒霉程度让人怀疑 他是不是跟拉姆有点亲戚 就在达尔在坦桑尼亚 安心看大河马塞亚的时候 欧洲发生了一点小变动 二战不划了 在敦克尔克 被打得屁股尿流的戴英 为了挽回点面子 觉得自己在东非 似乎可以忙一波 比如击费一下 坦桑尼亚的几百个德国人 戴英政府认为 这里的软舌子好腻 但他们很快发现 自己在那边连烂舌子都算不上 由于把机谜制度 搞得出神入化 戴英盘点了整个达里斯萨拉姆 居然只发现了14个英国人 但是 作为一个不带感情的脚屎机器 戴英在如此情况下 还是觉得 这波是14队击败 优势载握 他们汉人给达尔发去了命令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英军少尉了 带着人去把那帮德国佬剿灭吧 放心吧 除了枪没有 兵占无后勤为零以外 英国政府会坚定的为你提供 除帮助以外的一切支持的 达尔接到命令后 差点把桌子掀了 我一个石油公司员工 一天军人训练没受过 你起手给我派了这么大个活 让我带14个人去包围几百人 正当达尔对英国政府的 英明决断大加赞叹的时候 他打听到了 关于当地德国人的情报 分别是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 德国人在此地不仅有几百侨民 还有数千人的黑人部队 这支名为阿斯卡里的部队 是德国在此地管理殖民地的警察武装 战斗力相当强悍 在一战中曾经让英军吃着大亏 我们要是跟他们打的话 反正就挺错误犹无语的嘛 属于是 但是在坏消息之后 还有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是 由于被马共和国破产 加上后来的纳粹府做人 德国政府已经多少年 没有给这支军队发军响了 由于怕被士兵们讨心为权 连部队里的德国军官都乱了 这支部队现在处于全员恶人状态 给这钱就能带走 所以 达尔光速杀到这支部队的营地 用发心诱惑这些黑人士兵 经过几年的欠想 黑叔叔们早就已经大车大悟了 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跑 靠德国设坛强穷困又潦倒 在达尔全心全意的攻势下 阿斯卡里部队一秒就完成了思想转变 什么宗主不宗主 发工资是你没意儿 遇见事儿都让我顶 他们集体跟随达尔来讨伐欠薪老板 不费吹灰之力的就俘虏了所有德国人 由于任务完成得如此顺利 戴英成功发现了 戴英是个人才 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戴英船头 英军要求他转入现役 赶紧去肯尼亚内罗币的军营报道 到了肯尼亚后 达尔傻眼了 虽然对于戴英的不做人 戴英早有心理预期 但他万万没想到 英军给他安排的差事 居然是让他当飞行员 在二战中 但问题是 达尔身高1米98呀 二战时期的战斗机尺寸都很小 奥托斯克尔兹内身高1米92空军就不收了 让1米98的达尔开飞机 主要挺满在而规意的一个状态吧 达尔向长官申请 您能不能给我换个岗位 长官说不行 画面册里写了让你当飞行员 我们代应是讲规议的 上去吧你 那么内罗币英军拥有的飞机是啥呢 是一款代号叫火鹅的老师教练机 什么性能水平不说了 你只要知道 这款飞机连上轮子一共高2.68米 达尔近2米的身高被塞进去 大概感觉相当于王高峰的北京地铁四汇站 他的两个膝盖都得顶着下巴 在驾驶室里只能蜷缩着 如果座椅上要塞个降落伞包的话 他的脸就必须死死贴在挡风玻璃上 转个脖子费劲 但达尔不愧是优秀人才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在几个月后居然成功学会了开飞机 而且他开始在开飞机中找到了大萨把般的快乐 每天也开飞机追逐野生动物 逼动物刺牙为乐 然后就在他重拾快乐的时候 戴英又开始不做人了 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件美式 把他派到伊拉克 让他尝试着轰炸机训练 六个月后 达尔的轰炸机训练完毕 此时拥有教练机和轰炸机飞行经验的他 已经足以入役 于是 达尔于1940年8月正式成为了皇家工具飞行员 入役以后 组织上立刻体贴地给他分配了一架 格洛斯特决斗士是战斗机 达尔都懵了 我学了半年轰炸机 结果给我分配了一架战斗机 所谓的我刚学会蹦迪 渣男们开始滑雪了 达尔没有受过任何战斗机训练 但英军并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1940年9月 他接到第一个飞行任务 把飞机从埃及的伊斯梅利亚 开到马鲁特港 任务不难 按指令飞行就行 达尔一路循规刀矩的 按照指示飞行 可是在目的地 却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马鲁特港的跑道 一时在天衣上 盘旋到了燃料耗郡 塔塔也没了主意 只是他在一片沙漠里迫降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 达尔的迫降进行得很失败 他的飞机与地面接触时 直接来了个脸杀 一阵剧烈联波后 撞上了一块大石头 达尔头部遭受重创 双眼暂时失明 但就在这个倒霉的时刻 飞机还着火了 虽然此时的达尔 已经身受重伤 但凭借着坚强的意志 他还是以永春般的寸劲 撞开了驾驶室玻璃 强行雇用出去后 才昏死过去 之后在昏迷中 被救援队拉走 这次重伤 让达尔落下了严重的投机 双眼也休养了很久 才恢复势力 本来达尔认为 这次事故也是情理之中 因为自己并不熟悉飞机 出事故是难免的 可等到痊愈后 他才发现 英军给他的那束飞行地图 根本就是错的 压根就不可能找到机场 然后基于那个错误地图 选择的迫降一点也是错的 那根本不是沙漠 而是一处碎石摊 但是 即使被坑得这么惨 戴英也保持了自己的本色 他们在不做人这方面 一直是不做人的 在达尔痊愈之后 英军宣布 这个头部受重伤的可怜人 依然具备服役条件 让他继续在空军服役 作为飞行员 达尔参加了希腊战役 从1941年2月开始 被派到雅典 作为一个战斗机新手 跟最精锐的纳粹飞行员交锋 这份任务有多危险呢 跟达尔同期的20个飞行员里 有17个都被击落了 但经验并不丰富的达尔 却很有天赋 战果颇风 他参战4个月后 就成为了王牌飞行员 成为了英国空军中的佼佼者 就在达尔找到新的目标 并且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时候 命运再次找上门栏 只不过 这次终于不是带营了 而是他头部的旧伤复发 加速度经常让他昏迷 他完全无法操作飞机了 这次不做人的带营 终于坐了一回人 在1941年6月 把达尔送回国内养伤 但问题是 在目睹了战友们不断牺牲后 此时的达尔 已经变成了真正的反法伊斯战士 他不想躲在后方看戏 为了能冲回现役 他经常找主管空军的 哈洛德少校套进火 希望能走过后门啥的 让我冲出前线吧 多年以后 在回想这个决定时 达尔觉得 当年的自己 只不过是想跟领导 把人情套一套 现在的他 恨不得回去 把绳子给自己脖子上套一套 在跟达尔的多次消谈中 哈洛德少校发现 这小伙子是个人才呀 身高高长得算实话又好听 得重用呀 于是 在达尔多次的请求回到前线后 哈洛德果断地把他调到了 英国驻美国大使馆 所助力武官 达尔被彻底搞懵了 我好不容易战斗一次 你却让我输得 这么彻底 臭 达尔表示 我申请去前线耍大刀 你怎么让我去后方搞外交 我也没干过这个呀 遗憾的是 上级完全不管达尔的请求 很快就下发了任命书 1942年4月 达尔一脸懵逼地到了华盛顿 在当时 英国驻美使馆的任务只有一个 详尽办法 让美国的孤立主义者闭嘴 其实很多人对二战 都有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珍珠港日本发动投袭以后 美国对二战就all in了 实际上不是的 事实上 孤立主义在美国一直很有市场 很多美国人都认为 你们亚洲欧洲随便打 美国两头吃照样赢马 根本不需要参与战争 即使珍珠港被鬼子投袭以后 对于战争的尺度 美国国内依然还有诊弥 很多人认为 仇报仇来冤报冤 咱们可以在亚洲怼死日本鬼子 但小胡子 让苏联跟英国跟他们一起耗敬 戴英死不死 跟咱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啥好病 直到1942年 有这种想法的人依然不少 比如我们之前在桑基那篇里讲过的 丢孩子的林德伯格 他就是纳粹的同行者 这些社会名流 动用自己的能量狂吞罗斯福 顺便也给了戴英不少恨厚 此时的英国全靠美国大腿 苟延残喘 自然要极力避免这种舆论持续 但他们对这些人又没啥办法 只能采取最简单的方案 就是不顾一切的上去硬舔 争取把孤立派大老们舔舒服后 让人家改主意 但这件事就像是小约翰追那个女人 有点难度 作为一个在前线玩卧命的战士 达尔对这项工作非常不满 认为这项工作毫无意义 而且简直就是对战友们的背叛 他对工作非常消极 穷极无聊之下 他开始通过内部渠道 给伦敦的国王乔治六世写信 在信里 达尔充分表达了对王后的仰慕之情 并遗憾于 国王陛下只能在王后的床前脱裤子 诚挚的建议 国王陛下尝试着 在泰伍式大小上脱一回裤子 看到这儿 你可能惊讶于 达尔为什么会想出 这样有趣的脱裁小技巧 但最有趣的地方是 他每次写完这种信后 落款上写的 都是英国驻美大使的名字 伦敦的王氏秘书看到来信后大骂 由于难以查清作者是谁 伦敦直接把驻美使馆给大骂了一顿 大使馆也隐约猜到了 这可能是达尔的手笔 加上他本来对工作也比较消极 因此 上级决定 尽量少带的参加正式外交活动 把一些私人性质的聚会交给他 让他去当气氛组 然后意外的收获就来了 我们前面说过 达尔身材高大 长得也比较老少贤疑 在大多数非正式聚会中 通常都会有女宾出奇 耳正调顺的达尔 迅速成为了华盛顿的妇女之友 每次聚会后 收到的小礼物一丢都装不下了 所谓菩提本飞树 明镜一飞台 不管他在哪 复活滚滚的来 有这样的条件 达尔也开始逐渐放纵自己 很快成为了华盛顿著名海王 在妇婆的传宠生活中 找到了新的快乐 正当他万花丛终过时 戴英又找过来了 达尔的海王生涯 启迪了英国使馆 他们立刻跟达尔下达了新任务 去接近那些孤立派的女贵妇 用物理的攻势 扭着精神的意志 对于这项任务 达尔倒是没有抗拒 反正都是当海王 炮谁不是炮啊 为国作业 亦不容辞 他开始接近使馆给出的目标 应该说 他的工作是非常有成效的 比如媒体协大佬 埃里诺帕特森夫人 著名女富豪 伊瓦林·麦克莱恩等富婆 都成为了他的老宝贝 对英国的态度转变了许多 然而 这种为国作家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1942年末 一路走多的达尔 终于遇到了鬼 这只女鬼的名字 叫克莱尔·布斯·卢斯 他让达尔的牛郎生涯 遭遇了空前的危机 因为他这只女鬼 是个女色鬼 作为华盛顿著名名媛 卢斯夫人以多赛作艺著称 知识广播文笔锋利 在媒体圈很有地位 当然 他能成为名媛 也不仅是他本人比较厉害 主要是他有个老公 叫亨利·卢斯 亨利·卢斯是个 平平无奇的传教士之子 出生在中国山东 回美国后 做点小买卖户口 开了几家小报社 分别叫时代周刊 财富和生活 对整个美国社会 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作为传媒大亨 卢斯夫妇都是孤立主义者 对罗塑夫和戴英都不优好 而英国大使馆 给达尔的目标名单里 卢斯夫人是一项重要目标 有人可能会好奇 英国大使馆这样勾的人妻 不怕被亨利·卢斯报复吗 实际上 卢斯夫妇更加类似于 指派屋里的夏木夫妇 属于权利夫妻 双方对私生活互不干涉 因此 带着组织的重托 达尔开始接近这位 年长他13岁的女士 很快就得到了富婆的欣赏 俩人开始了没胸一骚的生活 在达尔的攻势下 卢斯系的媒体 很快就减少了对戴婴的攻击 放弃了宣扬孤立主义 然而没过多久 达尔就主动去大使馆 申请放弃任务 甚至表示 如果使馆不同意 自己就辞职 这倒不是因为 卢斯夫人形象不行 不要以为 帮富婆就一定是一件苦差事 作为著名名媛 卢斯夫人长这样 按说面对这种美女 这种好事应该求之不得 可是达尔还是强烈要求撤退 具体的说 因为一些不能过审的原因 卢斯夫人对体魄的要求 过分的高 一段时间下来 达尔已经不堪重负 所以强烈要求退出 在大使馆里 达尔哭诉着自己的遭遇 那人是点不着的香烟 送不开的手 忘不掉的某某某 英国使馆人员 在羡慕的同时 也表达了同情 然后断然拒绝了他的申请 兄弟 你知道在你之前 执行这个任务的人是谁吗 他叫伦道夫邱静 人家的阿玛都不用跟着别人 自己就能入管 人家首相之子都为国补肾了 你多个傻 继续努力吧 无可奈何的达尔 只能继续为国献身 在女色鬼的催彩下 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头发也越来越少 不知道背负了谁的爱 看不清错误了谁的爱 一个好端端的硬朗帅哥 就这样急剧向油腻男滑落 几年以后 他都油腻到美国的上进攻他了 1953年 达尔迎娶了好莱奥明星 帕德里夏尼尔 结婚后的他 从此更加在形象上放飞自我了 最终变成了照片里的样子 让人几乎忘掉了 他曾经是个大帅哥 就在达尔日间熬干的时候 一件偶然的事 成为了他人生的转机 1932年8月 英国信息部 一个叫弗雷斯特的人 拜访了他 希望达尔拉兄弟一把 所谓信息部 做的事其实跟大使馆差不多 都是忽悠美国人跟纳粹玩命 区别只在于 有的人靠颜值 有的人靠鼻子 但是 命题作文写多了 是个人都崩溃 弗雷斯特很快就脱更了 没有灵感的弗雷斯特 辗转听到了达尔 在埃及那次坠机的经历 觉得是个不错的题材 他通过大使馆的一个朋友 找到达尔 希望他能把大使馆过程写下来 自己在根据内容 编一篇小作文 为表诚意 自己愿意献上 1000美元的润笔费 顺便说一句 帮助弗雷斯特和达尔之间 搭桥的这个使馆工作人员 也有点知名度 他叫做唐纳德·麦克林 后来一般被人称作 剑桥舞节 听说有饭可掐 达尔求不知不得 众所周知 资本家催更法 在哪里都是有效的 达尔回到家后 立刻就写了一篇文章 交给了弗雷斯特 收到稿件后 弗雷斯特沉默办想 没说出话来 沉默的原因是 他惊讶于达尔的文笔 实在太好了 实际上达尔一生中 始终保持着写作的习惯 最终弗雷斯特决定 一个字都不改 把这篇稿件 原封不动的发表 并且在圈子内 极力推送达尔 认为这人为国作业 它应该是我们 文学界的归报 有了名气的达尔 很快就迎来了 新的约稿 只不过 这次是一家小公司 名叫迪士尼 他们想找达尔 写一篇动画电影的剧本 不过最后因为 版权问题没有拍成 但迪士尼还是在 1943年初 把这个故事 作为儿童小说出版 好歹能获得一点收益 这本叫做 《小精灵的小说》 写得很精彩 有一位叫做 爱丽诺的女士 非常喜欢 她把这本书 带回家给自己的孙思廷 全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 这位爱丽诺女婿的丈夫 也是在美国 有一定地位的人 女叫弗兰克林 罗斯福 就这样 达尔成功跟第一家庭 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 她终于不用为国作谣了 首相丘吉尔 亲自来信 指定了她的新工作 让她来观察 罗斯福家族的情况 这份新工作 达尔也慢慢上手了 她对罗斯福的心理 和家庭状况 进行了很多了解 帮助丘吉尔 得到了不少信息 正当她工作 渐入家境时 1945年4月 罗斯福的去世 让达尔的工作 失去了根基 正当她等待 丘吉尔的下一步安排时 1942年7月 丘吉尔让英国人 全下台了 失去了依靠的达尔 又一次重新 见证了戴盈的捕作人 1946年8月 这位空军王牌飞行员 为国附上的战士 为国作丫的特工 前美国第一家庭做上宾 丘吉尔的重要线人 已去去中位的军衔退役 而且退休军 只有160银报 不过 戴盈此时已经没有抱怨了 多年来的波折 让她已经习惯 实际上 戴盈给她带来的这点伤害 对于她的人生来说 简直微不足道 她的长女在七岁时 死于脑炎 儿子因车祸 落下终身残疾 妻子因为难产 几乎丧命 相比于家庭不幸 给她带来的痛苦 事业上的波折 简直不值一提 1946年秋天 罗尔德达尔 返回了母亲的农庄 在骨仓上搭了间临时书房 这位工训战士 王范飞行员坐在里面 拿起了她的钢笔 当年弗里斯特的判断 一点都没有错 达尔真正的天赋 却是在文学上 1946年当年 《传单和飞行》的 十个故事出版 两年后《超人预言》出版 再之后 詹姆斯特大仙桃 好心眼巨人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 等传世之作相继问世 一个世界级的童话大王诞生了 也许是童年的记忆太过深刻 也许是成年的经历太过复杂 罗尔德·达尔的童话故事 与其他作家有着显著的区别 她的童话画风诡诀起义 但又充满童序 虽然达尔的童话 漫遍全球 但她并非只会写童书 她的成人作品同样优秀 很多电影公司 重金找到合作 她以为不少电影 编写过剧本 比如007 关于罗尔德·达尔的作品争议 几十年来从未停止 也许是童年阴影太深 也许是成年经历太坑 但终究是因为 作品影响力太大 故事太火 达尔的小说 总是会引起各种角度的指责 但这个经历了太多的男人 早已就学会了与世界和解 面对着别人的指责 他很少辩解什么 他在书里说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您的评论非常有价值 但我选择忽略 在《比更不错》中 达尔为全球的孩子们 带来源源不断的素材 由于他的作品实在太火 以至于让人忘却了 他的一生也是如此的传奇 1990年11月23日 罗尔德达尔病逝于英国牛津 儿女为他举行了一场 维京式的葬礼 将他的球杆巧克力 葡萄酒跟电锯等心爱之物 与他埋葬在了一起 在经历的跌宕起伏 又饱经坦可的一生中 罗尔德达尔选择了 收起自己的痛苦 而为孩子们编织了 一个绚烈的童话王国 在他老麦的手指 写下的每一个字母中 你依然能感受到 他一生所最终追求的 还是那个 坐在自营车上 冲下山坡的下午